我们请求下一位求职应聘者出场 通教一世二年 09年开始西教送上 因为我有一个梦想 梦想可以给上百万普通的老百姓 提供一个年纪十万元以上的工作机会 庄镇38岁 河北人大专学历 保定学院生物专业毕业 大家好 我叫等正 今年38岁 毕业于家乡高校保定师专 从教一世二年 09年 西教从商开始创业 为什么创业呢 因为我有一个梦想 梦想可以为上百万的普通老百姓 提供一个年纪十万元以上的工作机会 我需要一个平台 所以今天来到菲尼莫署 想找一个这个平台 当然我知道在座任何一个老板 都有能力为我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只要你为我亮灯到最后 我愿意做你身边的一个最普通员工 谢谢大家 欢迎总阵 谢谢总队 那你这次来是想找一个电子商务领域的职位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说我那个就业宣言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要想接受我的话 你必须接受我这个电子商务项目 你到底是来找职位还是找项目 就是任何一个老板都可以为我提供这个平台 很多人不知道我这个东西 你解释一下你的这个M2C的这个什么意思 我这个电子商务和淘宝电子商务 从表面上看是完全一样的 是一个B2C的电子商务网站 但是经营模式是完全相反的 我这是通过本地网 通过这个商城 把川国各地商品卖到本地 卖到你当地 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它最大的成本就是我的零成本几乎是 所以我这个肯定 我已经被砍晕了 段东他说的对吗 段东 我简单来讲 我第一反应是 这是像一个传销的机构 完全忽悠人的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可以这么说 比如你可以代表那些个普通大众说 你可以代表普通大众这么说 你知道吗 你来问我 所有的这个需求 消费的需求 你首先要激发需求 而不是线下和线上人收线下人的利润 不是一层层的 你还没听懂 你还没听懂我这个本地网的运作模式 如果你听懂 你百分之百不会这么说 本地网其实我有一个 我看了一下 其实有一个本质的问题 就是包括你要把做到村里对吧 对 但问题是咱们的农民朋友 为什么要到你这网站上去买东西 对 当时有那个问题是 有集市是吧 有那个小商店 对对对 现成里有各种商店 对 我们农民朋友买的挺方便的 而且还得上网 对吧 莫总的问题特别好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人家为什么从你这网站买 不从别人网站买 就是只有一个原因 他从我这买 就是说 他是输人 就是说我 每一个村 杀手的网站 每一个村 每一个小区 都会有本地网的一个销售 或者叫代理 而这个代理 就只负责他这个小区 为什么我讲 他得推广成本为领 或者是特别小 就是因为 就是说输人之间 亲戚朋友之间 他是天生的粉丝 天生的顾客 我就看从这一点 护粉 对啊 对啊 所以说 这是在商务当中 你说杀手 你是宰手 不是 我是为输人服务 输人之间 是最有信任的关系 但是这个亲戚朋友 也不是傻子 是啊 我不是在骗 你这儿的牙膏 你这儿的牙膏两块五 人家的牙膏卖两块 我一块五好不好 我第一次在你这门 我一块五好不好 那这里有个问题啊 葛震 我叔叔大爷什么 亲戚朋友 在我当地那个村 我开了一个小卖部 对吧 其实跟你本地网 不本地网 没关系 你怎么建立这个 我到县城找个批发站 我进两万块钱的货 我在我们当地 村就能开个小卖部 跟本地网 不本地网 没有任何关系 我明白你 孟总 我明白你意思啊 就是说 你只是两万块 但是 我这可不是两万块 我这两个亿 甚至 二十个亿的货 你 但是 花两万块钱 那个人只能进 两万块钱的货 是啊 他进两万块货 但是他得的资源 不是两万块钱 是两万块钱 你不理解人家 我比你理解他 我是不是 如果做你的村级代理 我就从你那 进两万块钱的货 这个村 我有两万块钱 周老师他们村 也有两万块钱的货 对 我们交到 这叫什么 县里去 县代理商那 对 县代理商那 有一百个两万块钱货 这就是 两千万 然后在最后 交到你那 你是本地网那 对 你控制可能 二十亿甚至两百亿 两千亿的货 对对对 给大家带来实惠 是吧 对对 我理解你吧 你理我 马丁那这个电子商务模式 能推翻马云吗 这个电子商务 还有一个名称 就叫传销 有什么 就是刚才段东 说那两个字 传销 其实我看到 耿真先生这样的 我挺高兴的 说明我们 《非你莫属》节目 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 有很多 有各种各样 不同梦想的朋友 愿意到这个舞台上 来找机会 哪怕 我们认为 他应该是去一个 投资节目 找投资方的 找投资伙伴的 而他恰恰愿意 来我们这 我们这是一个 求职的地方 你真的为什么 不去一个投资节目 找个投资方 找个投资伙伴呢 你这么大的梦想 你现在有模式 你不需要去 给别人打工 你有人给你注资 你这个模式 就运转起来 就造福千万人了 可以了 我是现在这样的 我不需要钱 我并不需要钱 我不缺钱 是吧 我需要的是一个平台 假如说 什么平台 假如说牧总那 假如说牧总那 如果这个项目 说是牧总和本地网 一块做的 那就可以了 我就需要这么一个名称 你需要这个名称 然后拿这个名称 干嘛呢 拿这个名称来做事 来叫别人相信你 你就是要一牌子是吧 对啊 我就需要贴一个牌子 你不缺钱 有一个人给你背书 你做什么生意呢 如果说 不不不 你就说你到底是来找平台 还是来找工作 直接说 找工作 找什么样的工作 什么职位 如果他是 就是说用我这个平台的话 我刚才我上台的时候 我愿意做的非常普通的名员工 如果他不愿意用你的 他不愿意 我肯定不会选他 哦 那你还是找平台 好 是吧 因为平台是先决条件 对 你不接受我的平台 我就不做你的员工 你接受我的平台 我就做普通的员工也行 对 其实还是找平台 但即使接受了 你也没法做我们的员工 因为你要运营那个本地网 你要做他的CEO 对吧 我做项目经理都可以 好吧 好吧 这样 面前12位BOSS 选择一家 灭掉特征 做早教 做早教的那个 好 这个 老板 鸡目宝贝 对 咱们这两位 掌声欢送罗博士 进入暂时的发言管制区 余下的11位BOSS团成员 你们做的第一次选择 考虑一下 面前这10位BOSS 你们可以选择 去还是留 各位请选择 很遗憾 董珍先生 没有企业可以提供 配得上你的职位 因为觉得你这个计划 太宏大 他们都只需要找一个员工 而不是需要找一个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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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